在国内的汽车市场中 家用车领域里 这大多数车型的高低配置中 手动挡基本上只在低退车型上出现 到了中高配后则是清一色的自动挡 而对于如今自动挡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 人们也会好奇 自动挡真的就一定比手动挡车型好吗 汽车生产厂商说出了实话 不少车主看完之后表示 还好知道的早 首先说说国内自动挡车型 会如此受到欢迎的关键性原因 那就是自动挡的车驾驶难度 要比手动挡地低上不少 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 自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挂入低挡之后 可以自动对传动里进行适当的调节 不需要像驾驶手动挡车型时 那样由驾驶者自己来升降挡 并且还取消了离合七踏板这一控制机构 使得驾驶者的左脚不仅得到了彻底解放 而且也不用再考虑 如何做好游离配合方面的问题了 不过对于一些驾驶技术过硬 并且追求人车交流感的车主来说 他们反而会因为自动挡的车开起来 过于简单而觉得乏味 相比之下更喜欢有驾驶乐趣的手动挡车型 并且从经济层面进行考虑的话 由于自动变速箱的制造成本更高 自动挡的车是要比同款的手动挡版本 要贵出不少的 普通家用车通常要高出5000到1万左右 并且由于构造的复杂性 自动变速箱的耐用性总体上来说 是不如手动变速箱的 然后就是在车辆使用安全性方面的对比了 从主观层面上来说 驾驶者在开自动挡的车型时 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于路面状况的观察上 这样相对来说要更加安全一些 而要是从车辆驾驶操作方式 以及程序上来看 多出了离合器的手动挡车型 还是要多了一个保险丝 比如说在紧急制动车辆时 可以采用左右脚分别采下离合器 上车踏板的操作方式 离合器直接切断了 发动机的动力输出 制动距离更短 并且在右脚错把油门当刹车踩的情况发生时 是否后果不会向开 自动挡汽车时那么严重 综上说述 自动挡和手动挡汽车 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短板 并不能简单的断言 自动挡车型就一定比手动挡好 具体选择哪种 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购车预算以及驾驶技术 用车环境等具体因素进行综合考虑